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记载在《创世纪》的第36章 我要读的经文是从第一节到第八节 以扫就是以东 他的后代记在下面 以扫娶迦南的女子为妻 就是赫人以伦的女儿 亚大和西卫人 祭变的孙女 亚拿的女儿 阿和里巴马 又娶了以斯玛利的女儿 尼伴约的妹子巴斯摩 亚大和以扫生了以利法 巴斯摩生了牛儿 阿和里巴马生了耶乌斯 亚兰可拉 这都是以扫的儿子 是在迦南地生的 以扫带着妻子儿女 与家中一切的人口 并他的牛羊牲畜 和一切获财 就是他在迦南地所得的 往别出去 离了他兄弟雅各 因为二人的财物群处 甚多 寄居的地方容不下他们 所以不能同居 于是以扫住在西尔山里 以扫就是以东 创世纪的第36章 整个篇幅都在记载 有关于以扫的后代 只在这个地方 记载以扫的后代 我们都晓得 以扫本身 也是亚伯拉罕的孩子 当然他并不是被卷选的那一位 不过什么会特别 在这一章当中写下来 而神为什么也没有特别去修剪 以扫向他修剪 向上帝修剪雅各的生命一样 我想有一部分这是神的主权 但是至少在这个经文当中 可以让我们看见 以扫的后代 是怎么样越来越离开上帝 同时在这个经文当中 我们会看到一个特别特别的一个族群 也是他的后代 就是在第12节讲说 提纳是以扫儿子 以利法的妾 他给以利法生了亚玛利 亚玛利人非常的出名 36章提到了以扫的后代 但是应许却没有从这个家族出生 而上帝的应许是落在了雅各的身上 以扫的大家族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几个事情 就是利百家当时 跟他的儿子以扫说 你不可以娶迦南帝的女子 因此他要雅各到巴丹亚兰去 去娶他自己的同胞的孩子 也就是后来以扫儿娶了两个家男女子 这个雅各娶了两个他舅舅的孩子 而以扫儿本身娶了家男女子 这一件事情让利百家非常的伤脑筋 因为这个家男的女子 并没有明白有关于上帝的信仰的事情 所以带给这个做婆婆了 非常的不舒服难过的事情 也因为这个缘故 以扫儿越来越离开利百家 或者是说以撒这个家族去了 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 信仰会牵涉到一个事情 信仰会牵涉到一个家庭当中 所谓的核心的价值的问题 我们不要小看这些事情 比方说做基督徒 一个是信主一个不信主的 一个要奉献一个不奉献 那争吵下去了 而信仰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为什么会愿意信这个奉献 因为他明白奉献了真正的意思 是一个感恩 是一个顺服 是把自己的生命当中 知道谁是他生命的主人 所有创造的财富 都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能力的问题 这些的机会 这些的资源 看得到看不到都是上帝来 所以我们还给上帝是理所当然的 可是不信主的太太 不信主的先生不了解 就开始冲突了 这只是一件事情 家庭当中生活的事情太多了 当你开始妥协下去的时候 你就开始任凭那个没有信主的人 把你拉去到一个环境去 开始去敬拜他们的偶像 看看我们旧一的历史 这些以色列的君王 不也都是一个一个的 掉落到这个敬拜 其他偶像的一个陷阱当中 把百姓也拖累到下面去了 以色列跟他雅各 当雅各回来的时候 他们两个兄弟的家族 曾经有一段时间是住在一起的 他们那个时候一起来侍奉 他们的父亲 以色列以及他们的母亲 他们住在一起一段时间 慢慢他们的这个 生出了财产越来越多的时候 就不得不离开了 因此我们可以看见 应该是雅各要离开 结果是以色列他主动提论 我要先离开 所以圣经里面可以看得见 以色列是住在西尔的山里 以色列就是以东 他们后来没有住在一起 以色列的族长 生下的后代也非常的多 那么其中我们就看见 提纳是以色列的儿子 以利法的妾 他给以利法生了亚玛利 我们特别注意到 也就是亚玛利这个族群 他慢慢离开上帝的时候 后来变成抵挡上帝子民 最厉害的一个族群 我们观察圣经当中 就出现三次 第一次 也就是以色列百姓 从埃及离开到旷野当中 阻挡以色列进入迦南的 就是亚玛利人 后来我们在以色列的族长当中 我们也看见 以色列民族几乎要灭族了 而这个灭族的首脑人物哈曼 哈曼也就是亚玛利人 几乎整个犹大的族群 都要整体灭族 我们可以看见 魔鬼撒旦 他会利用一个 不敬拜上帝的族群 毁灭上帝的族群 再来一次 就是扫罗 扫罗作网的时候 亚玛利人也不断地 给以色列人骚扰 这就是亚玛利人的后代 一个没有敬拜上帝的 没有多久会成为 魔鬼撒旦所利用的工具 来抵挡上帝自己的百姓 而没有想到亚玛利人本身 是以色列的后代 以色列是谁呢 亚布拉安的孩子 只因为他没有敬拜 他自己父亲所敬拜的上帝 我们在这个地方 可以看见一件事情 一面看见亚玛利被上帝 一次一次的拆毁 他要在他的身上 不要建造 是属于他自己的一个成就 他要在他身上去建造 完完全全是一个谦卑的人 回到伯特利 重新敬拜上帝 但是另一方面 我没有看见 以色列这个族群 后来慢慢的成为 迦南地非常大的一个族群 他们开始有自己的国度 当然当时的国家 并没有像现在的国家 这么样的庞大 百姓没那么多 可是他们开始有自己的君王了 这些的君王就变成 他们所敬拜顺从的对象 而不是上帝了 我们也晓得 以色列进入到迦南地 有很长的时间 并不是君王 是世事 一直到百姓要求 先知桑姆尔 要给他们立一个君王 所以才会有 扫罗成为他们第一个国王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 君王产生的时候 并没有带给以色列 更好 反而是更不好 我们在神的面前 要好好惊醒 愿上帝祝福 大家在今天当中 得着祂的话语的帮助 阿们